下面这一张是没有名字 它附的有一张符 这是什么符 它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把这张符 这个黄纸的符 稍后是否可以超度那些自杀人的亡灵 移民再伤害好人 抓提斯鬼的 抓提斯鬼确实有这个事情 那这个符稍得有没有效 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画符 这是道教的 在佛教没有 可是佛教呢 我们在许多书本里面看到的 这个抓提斯鬼的 那么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 修善积德 这些鬼 也非常尊敬 有道德之人 他不敢上海人 他抓提斯鬼 也不是随便抓的 跟他有缘 如果没有缘 他随便去抓人 那他犯法的 他有罪的 一定要等待缘分 这个人 这个人也是自杀 狠死 他正好遇到了 以他为替身 他才可以投胎 我们在了凡私讯里面 看到的印上书 那一段故事 那是个吊死鬼 他遇到是吊死鬼 他能把他化解 所以佛化了 是化解 真正帮助他 让他就回头 断卧修善 不着替身 他就做神去了 还是能够 离开他的卧道 这一段故事